今天就要用几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如何使用它 所以你越清楚它如何使用 你越知道你没品的效用在什么地方 那你读起来呢成果就会更好 OK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第十八章 记住我是讲一点点而已 讲一部分而已 那在开始讲之前呢 我们要讲几个例子 请大家务必把它记起来 OK 我们在 这边是用静电 来当做例子 假设在个静电的场下面的一些行为 我们想说静电场下面 假设你涵盖的范围 或者你讨论的主题本身 不包含电客的话 应该说不包含自由电客的话 那么你用到了 其实就是有Laplace equation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equation 那么这里面呢 因为我们谈的是静电嘛 所以这是Electric Static Electro-static Potential 这是我们静电的未能 OK 所以你解出来之后呢 假设有个呢 是告诉你它是等于Constant 那么它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什么 它是一个等电位面 OK OK 那么这个时候 假设你更进一步看 你对它等电位面呢 做个Gradient 那么这个时候你发觉它不会等于0 OK 而且呢 它垂直于什么呀 等电位面 OK 所以呢 从这两个的这个简单的做法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 一个电位本身的形成 它的分布状态 它的一阶微分 事实上你要加个负号嘛 对不对 才会得到什么 得到E啊 对不对 E再乘上个Q 就变成那个Q 在E的位置所受到的力量 所以相当于你对它做个Gradient之后呢 它得到了一个 就是相当于一个力量 OK 它是电场的分布 所以相当于电力线的分布 那我们知道 做个Gradient之后 你就会垂直于自己本身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一个平行板电容器 无穷大的平行板电容器 横坐标是X 重坐标是Y OK 那么这里面全部都是 那这个时候它的电位如何分布呢 假如说我们的电位是这样子的 假如说 这个地方的电位 等于-1 这个地方的电位 5等于-1 你就把它看作正一幅跟负一幅好 那中间的电位怎么分布 因为这是无穷大的哦 所以中间的分布就是 很简单一片一片分布过来嘛 它的电位 比如说这一整个面 电位是一样的 这个面呢 电位一定是零 对不对 因为在它对称性的正当中 两边各式正负一 然后呢 这边又渐渐的又变成负的 直到这边变成负一 它一定是这样 等电位面是这样子 所以一旦你知道等电位面 你对它做一个gradient之后 你就会得到它的电力线的方向 OK 请问一下 它是如何分布 所以呢 当我们在考虑这里面的 这个空间的时候 因为里面的空间 并不牵涉到任何电荷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用Laplace equation 就可以了 这样马上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这一解 很快的呢 它就告诉你 phi可以写成ax 加上b 这么简单 a是什么 b是什么 当然是两个有待决定的number 所以你就将boundary condition 带进去 所以呢 基本上我先这样子写 它适合的equation 是Laplace boundary condition是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 phi在左边这个地方 OK 它是x等于-1 我看看 这边叫phi1 我们给它更general的一个做法 这个叫phi1 这个呢 就叫phi2 我看看 phi2 那这个位置叫-1 这个位置叫正1 OK 所以你的phi 在x等于-1的地方 是等于phi1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phi1 phi呢 在x等于正1的地方 是等于phi2 所以你有微分方程来描述它 你有boundary condition来限制它 那你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这个解决非常直接的 这直接解呢 phi等于ax加上b OK ax是等于什么东西 a是什么 b是什么 我们就要用boundary condition来决定 那由这边呢 马上就可以知道 phi1 会等于什么 x等于-1的时候 -1就等于 a加b 要等于phi1 这个呢 是phi2 phi2是什么时候 当x等于正1的时候 x等于正1 所以是ae加上b 所以这样一解呢 a跟b全部都解出来 事实上只跟x有关系 当然因为它是无穷大的面 所以对称性上面来考虑的话 可以不考虑y 也不考虑z 我们只考虑x方向就可以了 它会等于1分之2 phi2-phi1的x 加上phi2加phi1 这个就是它的电位分布 一旦知道这个 再对它这个gradient 你就可以求出来 电力线到底是怎么跑 所以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马上啊 就可以把它算完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东西 coaxial 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同轴电位 同轴的类似电燃这样子 我们两个柱状的 这个导电体 它们两个是同源心的 x y 假设第一个的半径呢 是 随便 先这样子 假设它跟它这边呢 两个呢 都有不同的电位 OK 我们假设这个是phi1好了 这个是phi2 那么半径呢 分别是什么 r in r out 里面跟外面 OK 那中间呢 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区域 那因为中间的区域里面 并没有任何电客 所以我们描述它的方式一样 是用什么 la plus equation 然后我们要加上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第一个 r再等于r in的时候 要等于phi1 第二个 r再等于r out的时候 要等于phi2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那这个怎么解比较好 这一看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它既然是柱状的 你在xy坐标上面当然比较难解 你要转换到柱状坐标上面来解 所以你就把la plus 转换到柱状 但柱状的坐标呢 有三个 是什么 半径 z走的高 还有一个什么 xy平面上面旋转的角度 对不对 但是呢 对我们现在而言呢 这个z呢 因为是无穷长的 所以它跟z没有关系 重点是 它这两个是对称的 所以呢 对称的上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跟角度也没有关系 你角度怎么旋转 看起来都一样 因为它是个绝对对称的东西 所以唯一有关系的 就只有你的半径的长度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你虽然说把它展开成柱状坐标 但是很快你发觉跟θ 跟z没有关系 那只是跟r有关系而已 或者你妈称之为row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很快了 就可以计算出来 它的解答呢 这个呢 本来是可以 写成这个样子 它是这个样子 这一看就是independent of z 所以这一项杀掉 independent of phi 这一项杀掉 所以就剩下前面这个等于0 这个解呢 两三下就把它解完了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phi可以写成什么 a log row 然后再加上b 其中 其中肉质的是什么 任意一个地方的半径 这样子就是了 那a跟b是什么 常数嘛 你可以用这个来决定它 对不对 这样就相当于你就把它解完了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边我就不解了 反正就跟左边一样 两三下就把它解完了 现在呢 假设呢 我们现在状况又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在x y 上面呢 我们发觉我们有两片无穷大的导板 这两个平板呢 是无穷大的延伸 假设这个板子呢 电位是phi1 这个板子的电位是phi2 假设这两个当中的夹角是alpha 又是对称的话 那请问一下 中间的位能是怎么一个分布 这个东西根本就很好算 我们直接用感觉一下就可以了 既然我是两个夹角 夹角开来 就相当于这样 这边都是等电位 这边也是等电位 所以你随着角度的变化之后 你电位要从这个的电位 phi1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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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样的方式来写 也可以 最后只剩下5 OK 最后会只剩下5 不过简单一点呢 来看看 假设按照这样子 我们照样把它写下来 照样的我们有 Boundary Condition 它告诉你 5在多少 5等于负的二分之α的时候 它会等于5万 5在等于正的二分之α的时候 会等于5万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再把这个用柱状展开来 因为它用柱状来看 是目前最容易的 我们一样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会等于这样子 但因为这个板子是无穷延伸 所以呢 它唯一的会有变化只是角度而已 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它跟Z没有关系 它跟半径 距离圆形点的距离的半径没有关系 所以Independent of Role Independent of Z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你得到了只是这个式子 要等于0 这个式子是什么 是跟Z有关系 是跟5有关系的 对不对 这个一算完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A Five 加上B 对不对 它基本上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就非常简单 那剩下的呢 只是把Bondel-Condition带进去 你一看发现这个式子 跟右边这个例子 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为什么呢 这边是平行板 这边呢 却是张开有个角度的板子 只要两个板子是无穷大的 基本上呢 它们出来的式子都差不多 OK 你看这个 跟这个 哇 怎么会这个时候打开来 它不晓得要抽多久 这个代表我们上面的水桶呢 水快用完了 所以就往上抽 OK 我们这一栋建筑物 水电费呢 每个月 大概 就看状况 现在是步入夏天 又在毕业的季节 大概到三万多块钱 一个月 一个月 那我们学校又特别便宜 因为我们有契约容量 所以假设用一般的家庭的话 大概就要七八万块钱 不只要乘上 三倍的 两倍到三倍的价格 看你家用了几度 OK 所以呢 我们的钱都被水电费吃光光 所以大家要节约一点 好 看到这个地方看起来呢 都很不错 那我们现在开始呢 要来介绍一个 我们上次有介绍 一个harmonic function 那其实在conformal mapping里面 harmonic function 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给我们一些information 知道应当怎么样处理 会比较好 OK 所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harmonic function 好 假设呢 记不记得我们先前有教过一个 在13.4的后半部 OK 那个时候我们有教一个什么 theorem 3呢 有告诉我们一个 Laplace equation OK 它指的是 假设你以为FZ 有个函数 可以写成U 再加上IV 假设有这两个 OK 它是什么 is analytic in a domain D 在个D里面 它是个analytic OK 那么 这个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then 那么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U呢 一定要遵守 Laplace equation 要等于0 V呢 也要遵守 Laplace equation OK 这是它告诉我们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 要来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基本上啊 我们在解这个Laplace equation 比如说解这三个 一 二 三 这Laplace equation呢 它都牵扯到一个连续的状况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potential呢 静电位从这边到这边 当中都是连续的 你不能有突然间的 跳动 OK 那既然它是连续的状况呢 那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所有的 你本身里面的东西 都可以用 二阶微分管之后 还是连续的 我们就称之为怎么样 harmonic function OK 那么 假如说 如果说 if if 它的二阶 它的二阶 这两个二阶都是连续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怎么样 umv or harmonic function 而且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啊 u跟v 要怎么样 在这个d里面呢 equation 就是我们一件事情 你只要知道U你就知道V 知道V就知道U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次呢 之前呢有给大家一个作业 我们这给U请你把V算出来 记不记得 OK 他就可以互相求得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这样子 假如说呢 我们将这个 等一下 假设呢 我们将U呢 称之为harmonic function 那么V呢 我们知道它也是harmonic function 但是它跟U的关系呢 我们给它个名称叫做什么 harmonic conjugate function of U in D 那其中的V呢 我们就称之为harmonic conjugate function of U U的harmonic conjugate function OK 就给它一个名称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假如说呢 我们有个harmonic function U 但是这个时候 我先不把它叫做U 我把它叫做Fi OK 假设有个harmonic function 是Fi 本身是XY 那么你自然就会 透过culturing equation 求得它的harmonic conjugate function 那么我们称之为什么 这个 这个怎么念 不要了 请大家回家查一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对应到有一个函数 大F 大F Z 自己本身可以写成 Fi XY 再加上I 这个 OK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个是什么 complex potential 这个 它是个 complex potential 是个负变的一个potential 假设在静电里面 就是静电未能嘛 对不对 那 其中的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在时速部分呢 它对应的就是什么 real potential OK 当然啦 我们要是求真实的东西 一定是在real的里面 不会在虚数里面嘛 但是负变呢 可以提供我们一个计算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比较了解 OK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假设我们以前在处理的这些 全部都是时速的函数 为什么今天我们希望 引进一个负数的函数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说 常常在时速函数单独处理的时候 比较困难 你用负数函数来处理 比较容易 那就代表着说 你可以把一个时速的函数 我们假设它在 它second derivative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它在它的domain里都是 可解析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复制出 另外一个 也是可以解析的 而且是harmonic的 the complex conjugate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透过什么 透过culti remain equation 之后我们把它组成一个 叫做complex potential的 我们就用它来处理 假设我们这样做 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就变得比较简单 当然我们目的是要简单 假设你做完之后比较复杂 那就算了 然后我们就不要用复杂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complex potential 到底要怎么样设定 比如说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地方我们解出来的解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时速的解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弄一下 OK 看看 我看看 因为phi是等于这个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地方求得 这个应该是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通过 Gauchel Gauchel remain equation 我们知道 phi本身对X的微分 一定要等于V对Y的微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phi呢 我们应该是 phiX一定要等于这个的Y phiX会等于什么 X一微调 B就不见了 等于A 等于这个的微分 对不对 所以你直接就把它计分嘛 那是不是告诉我 它会等于A乘上Y 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要跟Y没有关系 所以被微分的时候会微掉 所以它有可能是X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常数 of course 那再来一个呢 是什么 phi 对Y的微分 要等于负的这个 对X的微分 它对Y的微分 抱歉 没有 0 要等于这个对X的微分 那很明显啊 这一微分起来 七分起来 它会等于什么 一个常数 对不对 它会等于一个常数 我看看 这边我们要 等于一个constant 等于一个constant 而且这个constant呢 一定要跟Y有关 跟Y有关 它不能跟X有关系啊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先保留 先保留 先不管它 OK 那我们知道 你对X微分之后要等于0 这边我可不可以对X微分 可以啊 所以呢 由这个式子下来 我对它微分 前面印象不见了 就剩下 HX 对X微分 它要等于它 要等于0 所以告诉我 HX的微分 要等于0 那就代表 HX呢 一定是等于一个常数 某一个数值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建构出来 这个式子呢 本身会等于A乘上Y 再加上某个常数 那叫做D好了 它一定是长成这个样 所以呢 我们就有 Fy 还有它 那我是不是可以 建构出一个函数呢 建构出一个F Z Fy 再加上I 这个 那是不是它 再加上这个乘上I Right 好 你就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就建构出来了 OK 同样的 这个呢 是等于它 那我可不可以 把它建构出一个 函数出来呢 我们怎么样来 怎么样 找到一个 Laplace 找到它的 Harmonic Conjugate的函数呢 你有了这个之后呢 用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呢 可以写成为A Argument Z Z的角度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那么这个呢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变更为 A的 Log Z 再加上B 我可以这个样子 OK 那么 最后面呢 我就可以把FZ 算出来 A的大LogZ 再加上B OK OK 那右边的这个呢 也是一样哦 我们可以一并来做 Fy 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呢 经过我们变换之后呢 它一样会等于什么 Fu B Log Row OK 所以最后面呢 大FZ呢 就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A 加上B I Log Z OK 我们就可以写出 这几个出来 这些就 到底要干嘛 我们先摆着 OK 我们先摆着 来 留着 我们待会就会用到 所以为了要 清掉这个板面啊 我们在这边呢 把它 整理一下 或者是等于这一大串 可以先造写一下 一样 你可以用Couching Real Main Equation 把这个算出来 它会等于A Y 加上D 所以最后FZ呢 可以这个 加上这个 AX 加上B 它讲 I的AY 加上B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 好 第二个 是我们同心圆的 OK 所以呢 里面这个是 Fize 1 外面这个 Fize 2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 求得出来 它的Fize呢 可以写成什么 A Log Row 再加上B 这一个呢 可以写成什么 A 加上B 乘上I的Log 大Log Z 所以最后我们算出FZ呢 就可以写成V OK 不对哦 哦 这个是这个啦 所以我操作了 难怪我觉得不太对劲 A的Argument Z 算完之后 A加上B I 大Log Z OK OK 好 再来一个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Fize A5 加上B 这个呢 Fu B Log Row OK 那最后 打FZ呢 就可以写成V 我上面这个超错 A的Log Z 再加上B A加上B I 大Log Z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将这几个啊 通通把它挤中一下 OK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个重要的 Conformal Mapping 它的意义是怎么样 我在这边写 我们要是有个Boundary Value Problem 我们呢 要解它的 当然就是在一般的平面上 但是我们发觉一般平面可能不太好解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Construct 它在一个Z平面上面 所以假设我们Construct一个Z plane 我们就晓得它在10空间是怎么样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有些问题 它还是有些问题 很难解 但是你Construct出来之后呢 它本身还是一个Harmonic Function 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一个Conformal Mapping 能够把它转换到Double Plane上面 在这边呢 它就怎么样 很容易解 OK 它呢 还是一样 Harmonic Function 那既然很容易解 我为什么就不把它解了呢 我直接就把它解了 解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解啊 再Transform through R 我们会变成一个Solution in Z plane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转换到Solution in Real的 的空间 这样解决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这些东西 OK 所以我们要请 也就是说怎么讲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在这个转换当中呢 这边可以建构出一个FZ 这边可以建构出F的FZ 这个呢 是Anatic in D 它在D斗面里面呢 是可解析的 转换过去 当然就变成说D Star 它呢 在D Star里面是可以解析的 哇终于结束了 太高兴了 经过Conformer 没屏之后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这两个要相等 它就是有这个特性 所以你可以把它在时空间 描述这个系统的Equation呢 直接搬过去用 就好了 你不需要到那个空间 再建构另外一个全新的Equation 不需要 你所有的物理定律 所有的物理的感觉 在那个地方全部都可以适用 那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对不对 那你只要按照你的感觉 把它解完 最后转换回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赶快呢 还有一点时间呢 我来解几题的问题 应该是解两题的问题 大概就可以了 OK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解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有一个 走 有一条线啊 我们以前都称为同轴电纰 就是因为两个 内进跟外进 在同一个轴上 才叫做同轴电纰 假设我们今天讲的 不是同轴电纰 比如说这样子 然后呢 你里面的轴呢 是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像那里面有个 等电位面 外面有另外的等电位面 假设外面呢 电位U1等于0 里面的电位呢 U2等于110伏特 OK C1 是一个以原型点为原型的 C1 半径为1 所以这边是1 C2呢 这个圈圈呢 它也是个圆 只不过呢 它的原型在哪边 在五分之二的地方 它的半径等于 也等于五分之二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 它的原型在这边 这是五分之二 OK 好 请问一下 中间区域 电位怎么分布 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的电位 怎么分布呢 你说老师 这个可能很难算 它虽然说 可以用助作标 但是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或者就用以前的重叠原理 先算一个 圆圈圈里面的电位 再加上另外一个圆圈圈里面的电位 刚好相反的 然后两个来加减 但问题是 现在电位不太一样 那你怎么解 势必呢 你要花费一番功夫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好不好解 这个非常容易解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 从这边来找我眼 根据我们 confirm moment pin 它告诉我们 我们物理的特性 在这个空间 经过confirm moment pin 转过去之后呢 照样适用 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我有办法 把它转移成 下面这个样子 假设我可以把上面 map pin成这个样子 你说还用算吗 答案就在那边呢 对不对 那我只需要最后 把它退回去就好了 那不是很方便吗 我现在要找到个方式 把它从它 转换到它身上来 这个就反而是变成 我现在比较大的 一个困难而已 好 那既然我们要这样子做 那要怎么做 也就是说 当我转换完之后呢 这个呢 还是等于0 转换完之后 这个 还是等于110伏特 OK 那我们 因为外面不用转换吧 外面本来就是 以圆心点为圆的一个 筒状的 柱状的导电体 里面这个呢 我现在转成以圆心的 那我们可能就问一个问题 这个半径会变成多少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看 我名当怎么样呢 把这个换过来 OK 好 我们就回去查一下 我们之前所教过了 我们发觉呢 我们在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的时候呢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它告诉我们 它可以把一条直线 转换到一条直线 或者一条直线 转换到一个圆圈圈 或者是本来是一个圆圈圈 转换到一条直线 或圆圈圈转换到圆圈圈 只是定义不一样的圆圈圈而已 所以我要的是 圆圈圈转换到圆圈圈 因为在z空间 这边是圆圈圈 转换到这边 还是圆圈圈 只不过做个shift而已 对不对 那我能够找到什么呢 我们就发现了 有一个很好玩的 各位 我们再看看 这边是xy 当然这边就是u跟v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写出一个怎么样 外围的 好 这个是 外围的就是 w等于1 这个外围跟它里面一样 里面的呢 我们希望能变成w 变成r0的一个圆 OK 我们希望可以这样 那我们就发现了 an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我们可以怎么写 w可以写成为 z减掉b除以bz减掉1 假设有这样子 那么 我们就可以写了 好 但是问题是 这边有几个位置数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几个unknown 先写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你转换过来 你不晓得半径的给多少 半径是不是位置 没有错 转换呢 你要从上面转换到 exactly下面来 b等于多少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两个是位置数 我们想办法 把它求出来 所以既然是转换呢 我们就要找点对点 对不对 但因为现在的问题 比较简单 我们只有两个位置数 你要找到两个点 就把它解出来 找到两个点 所以我们要找 哪两个点呢 我们来找2 两个 ok 在z-plane上面 在w-plane上面 我们有谁 z-plane上面呢 我们可以设计 第一个点 x等于0 y等于0 是不是就是这一点 x等于0 y等于0 转换完之后呢 它会变成为 u等于R0 v等于0 它在v等于0 u等于R0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我要找的呢 是x等于五分之四 y等于0 那不就是这个 那不就是这个吗 因为这么五分之二 两倍就五分之四 是不是三角形的 这个点 我希望把它mapping到 u等于负的R0 v呢 等于0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说老实 他怎么知道 这个要找这个 这个要找这个呢 为什么不 这个mapping到这个 这个mapping到这个 可以 你可以做做看 做完之后 你要判断一下 比如说 这一边这个感兴趣 是在这个圈圈的外面 那你没品完之后 你不能说 你感兴趣的外面呢 会对应到这个里面 就不对了 因为你要的还是外面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判断一下 判断完之后 发觉这两个刚好颠倒 就变成这个的外头 也变成这个的外头 是你感兴趣的点 这个区域 OK 你要搞清楚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非常容易的 经过 做一下呢 我们就发觉 W呢 其实就是FZ的转换 我们可以写成 2Z减掉1 除以Z减掉2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 也就是说 这样子我写慢一点好了 R0呢 要等于B 这两个要一样 那R0呢 要等于1二分之一 OK R0会有两个解 其中一个解不好 那最后呢 就得到 W呢 就等于到 两倍的Z减1 除以Z减2 OK 我们把这个保留下来 把这个叫做 第一个式子 好 我们从左边这个例子 马上告诉我们 在S-plane上面的解 就是这个 S-plane上面的解 FZ STAR 本身就是等于什么 A Log 本来是Z嘛 对不对 这是Z-plane 当然是Z啊 现在在W-plane 当然是W啊 加上B 这个是你的解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很简单的 一件事情是 把它转换回去 转换回去呢 记住哦 这个地方 还是跟它一样 这两个一定要 某种程度上面连接 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找的是 real part 所以呢 我们要找的 在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 real part 才是我们感兴趣的嘛 它会等于怎么样 F的 只取它的real part 那是不是就只取怎么样 A Log W呢 我取绝对值 因为呢 虚数我要把它弄掉 再加上B OK 这边是K的 这边是K 才不会跟上面重复 OK 那这样子看起来不就好了吗 这个就是解了 因为两边是对等的嘛 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开始来看看 好不好 开始来看看 这里面的A等于什么 K等于什么 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必须来决定一下 A是等于什么 很简单 在这条路上 W等于E的绝对值上面 它的位能都等于110 抱歉 等于E是外头 因为 等于E的时候 所有的F OK 应该说 因为U是指的时数嘛 这个 要等于怎么样 U1 等于0 但是它自己本身等于它 所以是不是代表着说 A的Log W绝对值 已经是等于E了嘛 再加上K 要等于0 所以Log的E 一定是等于0嘛 所以K是不是等于0 K是等于0 对不对 所以你把K解出来了 同理 我们来做第二个 R0要等于什么 它告诉我们 R0要等于二分之一 R0要等于二分之一 在这个时候 我未能等于它 所以因为呢 在这个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呢 5 star 要等于U2 等于110伏特 那K已经等于0了 那K已经等于0了 所以5 star呢 是不是等于A 乘上Log U绝对值 是等于二分之一 等于110 是不是A又算出来了 告诉我A算出来等于多少 A算出来 等于负的158.7 OK 所以现在很棒哦 A跟K 通通都算出来了 OK A跟K 通通都算出来 那么我们不是说 它要等于它吗 它如何等于它 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什么 这边不是FZ 这里面是FZ 或者是 这边我把它写成W 也可以 所以这边是FZ啊 所以你转换回来 它是不是要等于什么 话短一点 是不是要等于 A Log W等于什么 这一串啊 2Z减1 除以Z减2 再加上K 对不对 但因为A跟K 都算出来了嘛 K等于0 它就等于0 所以A是等于多少 负的158.7 乘上Log 2Z减1 除以Z减2 那请问一下 你感兴趣的是谁 当然是实数部分啊 对不对 所以呢 FY XY 这个才是你的解 会等于RealPod 的FZ 是不是等于 这整个要去RealPod 等于负的158.7 除以Log 绝对是2Z减1 除以Z减2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你把后面那个算出来 答案就跑出来了 好 我们再重复一次 我们再重复一次 我想大家会比较了解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是上面的这个问题 不同心的一个轴 那我们实在是不晓得怎么算 但是我们很会算下面这个 因为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想象为 这个是在Z plane 我们把它转换到W平面来 一个是XY的坐标 一个变成UV的坐标 有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 有 有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可以达成 所以很容易的算一下 你就把它算出来了 它就等于这个 这样目的是干嘛 目的是那一边那个解 很容易解 因为已经解过了 就是它 这就是它的解 当然 真正的解只管 实数的部分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解嘛 OK 那在这个 你看看哦 这个是一般的 对不对 一般的 那么你把它转换过来 所以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是Z空间 转换到W空间 当然变成W空间 但因为我们真正的解呢 是在实数 所以我只要取实数的部分就好了 那么它的实数部分呢 基本上就可以这样子写 但是问题是 这个解里面A跟K 是两个常数 就好像这边A跟B 是两个常数 由谁来决定 你看看哦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这个是我们建构的 建构的 一个在Z轴空间上面的 一个函数 我用我的解 假想成 那事实上也是 它是一个怎么样 可解析的空间里面 只要遵守 这个Couching Remake 你可以把另外一个 Hormonic Conjugation 写出来 我们就建构一个 怎么样 对应于它的 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相当 好像在Z轴空间上面 一个解的形式一样 所以 我们在这个W空间上面 解的形式要一样 而且它跟它 都要对应的 只不过里面这个W 在这边 我怎么样对应回来 原来的空间呢 经过这个Transformation 所以我只要把W 换算成这个 就是了 在这里面 有两个位置数 A跟K 很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从边界条件 就把A跟K 把它解出来 假设到这个地方 解出来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要的解 是它的实数部分 就好像这个 这个Fi的解 是它的实数部分 那么我们这样子写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它转换到 你知道怎么解的空间 把它解完了 最后想帮我带回来 就好 容易吗 感觉上不困难 对不对 好 我再解一题 解完之后 我们休息一下 我再复习一下 我们就下课 OK 好 我要把这边擦掉 好 我们现在要来解的一题 这一题 在很多地方都有过 OK 这以前的做法 就是用PDE的做法 就直接就解 Laboral Equation 在做坐标的 把坐标取好 最后你就可以解得出来 会牵涉到一堆的 这个Basal Function 但是大家一听到Basal Function 全身就有一点发抖 对不对 因为名字很熟 为什么很熟呢 因为听到就会发抖 OK 所以呢 因为我们不熟悉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现在有一个柱状题 是这样 好 各位看到了没 它是一个柱状 不过它是一个 薄球壳的柱状 现在我将它分开来 它上半段 我冲 一个电压 3KV 下半段 负3KV OK 一个3000伏特 一个负的3000伏特 那请问一下 这里头 电位如何分布 反正它是无穷长 我们可以类似这边一样 画成一个截面的状态 这边呢 先把它分开 上面是3KV 下面是负3KV 半段呢 我们都给1 OK 这是负1 请问一下 里面的电位怎么分布 闭着眼睛想 它应该怎么分布 它 这边正3KV 这边负3KV 所以刚好中间点 都是没有电压的地方 对不对 刚好抵消掉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电位要从 这个3000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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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变到下面的负3000 那你这中间的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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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对不对 φ方向呢 你要牵扯到零到π是多少 OK 零到复π或者是π到二π 是有什么条件 这样就可以解了 你会解到三个黑板都算完了 还没有解出来 不难 只是因为比较复杂而已 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它转换到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转换到一个空间 只有右半边 上面这边 3kV 下面这边 负3kV 整个右边都是 那这代表怎么样 上面3kV 下面负3kV 那就代表 你是不是要渐渐地一直变过来 一直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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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变成到下面 负3kV 对不对 它一定是以这样子的变动 那这样变动不就是我们 这边这个吗 只不过这个α是多少 现在变成180度而已 也就相当于我们将这个柱状的 无穷大的 上面的这个 这个面 转换成为 这个平板 下面的这个面 下面的这一段 凹凹的 转换成下面的这个无穷大的平板 那我们只要解这边的定位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还不简单 那早就解完了嘛 所以 我们呢 有什么 Z-Plan 我们有W-Plan 我把它写开一点 Z-Plan告诉我们 你的解 你的解 应该是这个 但只要它是Harmonic Function 你可以解除它一个 另外一个 Harmonic Conjunction 可以的方形 最后建构出一个方形 能够来描述它 这个方形的解 就是在这边 A加上Bi log Z 大log吗 对 这边就不是Z了 因为是W空间 所以就要写成为W 那你把它转换回来 也就是说 它本身要等于RealPod 的这个东西 你把它转换回来 是不是代表 我要得到一个FZ的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 长得一模一样 A再加上Bi 大log 现在W我要写什么 我知道W如何转换回来 因为W 是等于一个函数FZ 我知道FZ是等于什么 我丢在这边 之后它的解呢 RealPod 我不要写Real 我就写RE就好了 FZ 就好了 答案就跑出来了 我只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相当于呢 这个解都已经知道了 我只要知道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就好了 这个等于什么 我们就找一个transformation 把这个曲线圆球的 转换成为一条直线 又是什么 N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我们发觉 A linear 可以写成什么样 E加上Z除以 E减掉Z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OK 不信呢 你自己检查看看 You may check 在Z Plan上面呢 我们有几个点 OK Z呢 等于 负1 负1 1的地方 可以转换过去 变成为V 等于0 I 无穷大 这是W 我看看 0 Z要是等于 负I的地方 转换过去 会变成W的 负I 抱歉 这个是V Z要是等于 OK 反正这些都要U等于0 OK 基本上你就可以这样转换 转换完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出来 OK 不然你就自己做做看 你就知道 好 你已经知道了 那就很简单 就把它带进来啊 那我这边终于 因为这边只有一个W嘛 又不是W平方 也不是什么的 只是一个W 这边就写 E加上Z 除以 E减掉Z 太棒了 我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把它算完了 对不对 好 现在问题是A等于B A跟B等于什么东西 我再知道了 就好办 因为在转换过程当中 A跟B一定要告诉我是等于什么 那我就来做一下 OK 一样用对等的点 我自己去找它 很快的呢 请各位看一下 它的 我看看 A跟B分别等于什么东西 OK OK 这边呢 直接先把答案抄下来 OK 大家呢 回家算一下 OK 那么这上面啊 整个就会变成这样子 负的600 除以π 6000 5 减掉 减掉I 减掉I log R 既然是助座标 我写这样 ro OK 那就得把A跟B都算出来了 A是等于什么东西 A 负的6000 除以π 算了 这边 sorry A等于0 B等于负的6000 除以π OK 大家回家 稍微算一下 应该不难 那么这个时候 A跟B都知道了 那我只要再算real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上次里面有real的 负6000 除以π 乘上I 乘上log的 1加上Z 除以1 减掉Z 好 整理一下 那这个是个负数 所以我假设取它为实数 乘上I 结果是等于负 虚数 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要取后面的虚数 乘上I 那才会变成实数 那乘上I就会变成负1 所以呢 会变成正的 6000 除以I 后面的real的 大log 1加上Z 除以1 减掉Z 这样子 就可以了 那 假设你把它写成 极座标表示是 那么它是不是会变成 argument 因为是实数嘛 抱歉 这边是虚数 虚数呢 就是它的角度啊 是不是 1加上Z 除以E 减掉Z的 极座标表示法的角度 对不对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从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题目啊 可以把它转换成为 很简单的一个题目 那最后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OK 大家上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比我想象中 还早15分钟 好 我们再复习一次 重点是说 我们要解的问题 是在实空间 real 是在Z 很难解 但我们知道我们要解的东西 本身是一个实数的函数 我们解的东西不可能含有虚数嘛 物理系统里面哪有虚数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怎么样 Laplace harmonic function的特色 用culture remade equation 解得你这个实数函数 另外一个harmonic conjugate的function 两个来建构出一个FZ OK 两个建构出一个FZ FZ一旦建构出来之后呢 假如说 你能够找到一个conformal mapping 把你这个东西呢 从Z空间转换到W空间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告诉我们 这个harmonic function呢 在这个转换当中 它都不变 也就是说这个FZ 跟这个Fstar里面的FZ这个函数 有的时候不太喜欢这样写 就会把它写成Fstar W 两个会对的 完全一样 所以相当于 你要知道W等于什么就好 但因为这一边这个形式啊 非常容易啊 它的形式 它的解 它的物理特性完全一样 所以 你只要转换成你很熟悉的 它的解出来 你立刻就知道 把它转换成F函数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比如说就像这个Case 我们将它转换成为这个形式 我们知道 在这个状态下面 这是正常的 它的解释上面这个 但是我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 函数系统 这个函数本身啊 是harmonic OK 所以呢 它在两个的坐标系统上 完全一样 所以我已经知道它 这样子一定是长成这个样 这个在Z空间 所以这边当然带Z啦 所以要是在W空间 当然就带W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剩下一个问题是 它是等于这样子的时候 这边形式跟它一样 只不过这边呢 你要把W啊 用Z带进来 你要知道是什么函数 也就是你要知道 怎么样转换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呢 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它告诉你如何转换 不只是你能够求出 W长什么样子 你也可以由 Boundary Condition呢 告诉你这里面还没有决定的 A跟K啊 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值 最后你知道W形式 知道A 知道K 转换过来的形式 就exactly完全一样 剩下只有一件事情 把它实数求出来就好 对不对 那实数因为最后告诉你 K等于0嘛 就变成这样 实数呢 假设你把后面这个写成 极坐标系统 它的实数 就是它的前面那个量 对不对 那答案就跑出来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假如说我能够找到一个transformation 把这个Z空间的这个柱状 转换成一个片状了 无穷大的一个片状 你上面是3KV 就相当于我这片状的上面是3KV 你的片状的下面 这边是-3KV 这下面就-3KV 就相当于说 这当中的电位的改变 是变成这个角度的 渐渐地转下去 那这个解已经解出来了 就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直接挪到这边 当做它的解 只不过这边是写W而已 你已经知道它怎么转换下来 所以你也知道W长什么形式 W在哪里 在这 对不对 W在这 剩下的不知道是A跟B 是什么东西而已 你在用boundary condition 把A跟B 统统把它求出来 那你就知道 在十空间的形式 是跟它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W 是用这个来代替 所以一转换过来 你就知道 剩下你要的是 采取它的实数 它的实数呢 怎么算 因为A等于0B也知道了 就像这个的实数 OK 你写到这边 基本上就对了 剩下的只是说 你知道这边有个I I不会是实数啊 你不可能你的解答是0吧 对不对 所以唯一办法 你要取后面这个的虚数 后面这个虚数 会有个I 乘上这个I 会变成负1 负1跟前面的真一 互相提交 就变成正的 所以留下来是6000除以π 乘上后面这个的虚数 这个虚数 这个虚数 假如说你可以把它写成为 一个 怎么样 一个exponential的形式 OK 极座标形式 比较R exponential 答案就把它解决掉 OK 你发觉根本就算都不用算 你会变化 会转换 算出来结果就一样 对不对 所以普通物理学的那些解 好不好用 很好用 你管它三七二十一 把它转换到你 已经有了解答就好 OK 那这样子就 非常的方便 有没有问题